怕胖的你是不是也常这样点饮料呢 老板老板我想要一杯乌龙茶 这时候老板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的甜度跟冰块呢 这时候你可能就陷入了沉思 最近想要稍微控制一下热量 所以点个微糖应该不至于发胖吧 但是你以为这样子 就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取了吗 其实错 就是这样一杯的微糖饮料 可能让你成功的又喝下了毒油 甚至喝出了脂肪肝哦 嗨大家好我是徐子瑜医师 美国的一个内分泌学家 Robert Lostick 他就曾经说过说啊 过度的摄取一个含糖的饮料啊 其实等于在喝有的油 即便是微糖呢也不可以轻忽哦 根据统计呢 台湾平均每三个人啊 就一个人有脂肪肝的问题 像我们在出入诊所看诊的时候 来看减重的患者 7成以上都会有脂肪肝 这其中呢最大的祸害呢 就是手摇引当中的果糖 我之前就曾经有诊间的患者呢 他可能就是每天一杯的微糖茶类饮品 就会发现说他呢 其实就已经有一些例如说 糖尿病前期啊 或是脂肪肝的问题 甚至有睡眠呼吸中止 甚至年轻一点的族群研究所的学生 每天一杯微糖的奶茶 就让他有高尿酸血症 或者是血压偏高肥胖 还有脂肪肝等等的问题 也通通都找上门咯 我会分享诊间的治疗案例 教你如何自救脂肪肝的一些方式哦 欢迎大家扫描QR Code 或是点击下方的一个专属连结 加入初日医学LINE AT 额外送外食救星 教你拯救肥胖的健康菜单哦 那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说 通常微糖的一个手摇引等于灌毒油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从演化上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议题 果糖的研究权威 Richard Johnson呢 他呢就有一本著作 叫做Nature wants us to be fat 他里面呢就有提到 在远古时代 大自然环境的一个恶劣气候 人类就演化出一个 类似求生的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呢 开启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恶劣的一个环境下 可以有个保护性的一个反应 然后可以累积脂肪 度过寒冬 可是呢现在我们的一个大环境 生活非常的便利 食物唾手可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原本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求生机制 跟存活开关 却变成了一个肥胖的触发器哦 那有关这样的一个存活机制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这样的一个求生开关呢 是透过了 例如说摄取一些果糖啊 或是多元醇等等 就会去引发我们的饥饿感 然后让我们呢 想要去吃东西 食欲呢就会上升 口渴啊 觅食啊 在这过程当中 体重也会逐步的增加 甚至累积脂肪 那有关Richard Johnson他所提到一个 生存的求活假说里面呢 他就有讲到说 当我们的果糖呢 进行一个代谢的时候 他会用到的是一个 Fructokinase的酵素 但是当这样子的一个代谢过程当中呢 其实会去快速的消耗我们的ATP 甚至呢在后续代谢果糖产生的一个尿酸 它呢更会去进一步的去阻断 我们ATP的一个合成 那为什么ATP会这么的重要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啊 我们人体呢 就像一个正常的一个能量工厂 在运作当中呢 ATP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货币 在一般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能量货币呢 它能够自然的流通 制造消耗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作 当我们摄取了果糖 这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呢 可能就会开始去代谢果糖 然后我们的Fructokinase 在代谢过程当中 会快速的去消耗我们的ATP 甚至呢在这个代谢过程当中 还会产生这个尿酸 又进一步的 对我们的一些力线体等等的 能量制造工厂呢 产生一些氧化压力 然后导致能量的货币 ATP呢 无法顺利的被制造 就会产生类似能量危机 或叫做金融危机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这时候身体就会想要去寻求能源 所以呢 就会去设食 然后呢吃更多 引发我们食欲上升 甚至后续的一个体重上升 或肥胖 就会接踵而至哦 那听到这边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 来吃葡萄糖可不可以呢 那事实上呢 当做多的一个葡萄糖呢 它进到我们的身体体内的时候呢 它其实也有可能会走一个 多元醇的一个路径 被我们转化成果糖哦 到头来 还是启动了这个肥胖的一个开关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肝脏会说是在这个 果糖的存活夹缩里面 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个器官呢 其实果糖的代谢呢 肝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果糖它代谢过程当中 除了会产生一些 例如说氧化压力造成发炎 它其实呢 在过程当中 它还会进步一些磷酸酸或分解 然后呢 进一步的转化为肝油 或是甚至形成后续的肝油脂 然后导致一个脂肪的一个新生 肝脏又是在其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果糖代谢位置 所以呢 它所受到的影响呢 就会非常的大 而脂肪肝呢 也会在这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咯 那大家来猜猜看 对受首摇饮店欢迎的一个果糖 是哪一种呢 就是这个 高果糖糖浆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受欢迎呢 原因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它的甜度呢 其实高于这糖 所以呢 在使用上呢 它也可以为店家 节省一些用量上的一个成本 然后再来呢 这种果糖呢 它其实是一种液态状 也很方便 夹到我们的饮料里面 去做添加跟调味 那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就会好奇说 诶 那这样子到底一般的人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 每天建议摄取的一个 果糖量的一个上限呢 嗯 当然 天梯 如果你在减重 我还是建议 都不要碰 如果真的是以一般的人来说的话 世界卫生组织呢 它是有说 就是每日添加糖的一个摄取量呢 建议限制在总热量的10% 或甚至是5%以内 那其实这里面所包含的一个糖呢 不只有果糖 还包含葡萄糖 或是蔗糖等等的 农业部USDA的一个数据来说 一个中等大小 大概182克的一个苹果 它里面的总糖量呢 大概会是19克 那就相当于一个人 一天上限的一个摄取量 那回到我们刚刚就一开始的那个情境啊 你认知的微糖其实一点都不为哦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营养师有帮大家整理了一些 微糖茶的一个甜度预估表 那大家这时候可能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点个偏酸性口味的一个饮料 像是柠檬茶之类的 含糖量可能比较低呢 但其实不是的 其实酸性饮料它的微糖 因为呢 它想要掩盖掉那个酸的口感 所以它里面所含的糖分 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来得高哦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就是我们一般的手摇饮店 它的微糖所加的果糖量 到底有多少呢 那事实上呢 以一般来说的话 在手摇饮店呢 它们微糖的量呢 营养师帮我们估出来 大概有19克 大概就到这个颗度 那我们这边看到 一罐这样子的一个裸糖呢 它里面呢 是500克那是我们可以算说500除以19 那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喝满这样一罐的量 甚至呢 一年下来 你如果呢 每天一杯这样子的微糖呢 就可以喝到了12罐以上的一个果糖 这个量其实相对起来是非常惊人的哦 过去呢 在诊间就有一个病人呢 他主要有肥胖跟脂肪肝的问题 那他是一个40岁的男性 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呢 他的BMI差不多膳食解医 接下来中度肥胖 然后腰围呢又超标 同时又有三酸肝油脂过高啊 然后血糖偏高 然后甚至呢 他的肝功能素质 也已经量红质了 那问起来呢 他的饮食习惯 其实就是三餐都外食 那也因为公食肠的关系 所以呢 他呢 中午到晚餐 这中间呢 拖的时间呢 会比较长 这中间他会感觉到肚子饿 所以他呢 可能就会订了一些微糖的手摇饮 来止积 就不小心 摄取到了一些果糖 甚至呢 去选择一些像是乳胃啊 那这种的乳胃的乳汁过程 可能会踩到果糖的一个陷阱 那日常生活当中呢 还有哪些果糖的一个陷阱 或地雷 我们需要小心避开呢 那这边呢 我们的饮犬营养师 就有帮大家整理 相关的一个果糖避雷表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有听说 就是有关一些 治疗脂肪跟的药物 不过呢 那些呢 目前还未上市 目前最主要的方法呢 还是在于减重 然后饕蒸饮食 戒糖 然后甚至加上一些 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那像我诊监的这个病人呢 他呢 其实呢 一开始来找我呢 主要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动机 想要变健康 所以呢 他呢 跟太太一起约定 一起做减重 那最后呢 从102公斤 减到了78公斤 甩掉了24公斤的一个肥肉 他呢 告诉我说 他不但就是觉得体态变轻盈 他的精神也整体呢 都有所改善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是怎么帮他 做体重管理的呢 当然第一步呢 就是要调整他的饮食 就有跟他提到说 他下午呢 如果觉得肚子饿 可以不要喝含糖的饮料 可以补充一些 例如说无糖的豆浆 或是吃一点就是 茶叶蛋等等的来止积 像晚餐呢 如果比较晚下班 也不一定要去选择像是卤味 他呢 可能可以考虑回家自己煮 或者是在超商里面 选择一些营养素 纤维质 或者蛋白质 比例比较高的一个原型食物 来当自己的晚餐 都是一种方式 那后续呢 其实我们呢 还有加上一些运动 包含呢 例如说教他一些 居家的核心运动啊 或是培养他一些 慢跑快走超慢跑的习惯等等 都是对于他在体重管理 非常有帮助的哦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还有几种呢 可以帮助大家瘦身的 一个外食菜单 那都在我们的 初日医学的LINE AT 里面 所以大家记得 赶快赶上我们的QR Code 或是点击我们相关的连结 那要怎么样子 戒除糖饮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有几个 小小的撇步可以交给大家 最主要第一件事情 可以的话 糖最好一口都别碰 全部戒掉 但是如果有些人说 我真的还不太喜欢喝单纯的唇水 那偶尔交换一些 一些有味道的一些饮品 可不可以 那这时候我就会建议说 那可能就是可以考虑一些 无汤茶或是黑咖啡等等 但是呢 要记得这些功能 代替我们的唇水哦 再来的话呢 其实有些人可能会 想要吃一点点 有味道或含糖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 譬如说一些黑巧克力啊 或是一些坚果 可能就可以帮助你度过 这样子的一个饥饿感的感觉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饮食的一个顺序 记得我们的水肉菜饭果 把甜食跟水果放在最后 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 保持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切记啊 如果想要吃任何的一些 含糖的东西 尽量不要吃 或者是不要去吃 过度加工的一个糖类哦 那有些观众朋友呢 可能呢 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脂肪肝 或是过去有脂肪肝 现在的情况不晓得如何 都欢迎到我们初日诊所 来找我们评估 那其实呢 一般临床上来说 评估脂肪肝呢 最常见的就是抽血 还有腹部超音波 最后这边呢 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减重远离脂肪肝 远离代谢症候群 最重要最重要的步骤呢 就是要戒除糖尹 戒除手上这一杯手摇引哦 那今天这支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啰 我是徐子瑜医师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